刘大人 我这才明白 你为什么老愿意到这家巷吃点来 明白什么了 这是你兄弟开的吧 是你大爷开的 怎么说起错话呢 话说 刘庸在大街上买宣纸 正好看到了诱人来表字画 凭直觉判断这幅字画正是出自当今皇上乾隆之手 而这个来表字画的老兄 其身份竟是京城名园会所陕西巷的皮条客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乾隆微服到了陕西巷 看中了里面的粉头赛貂蝉 一来二去 三进四出之间 两人也就熟了 大家都知道 咱这位乾小四皇上极为喜欢写食 一阵舒爽过后留下墨宝并不足为奇 如果以上推理都成立 这里面就肯定少不了和珅的事 为了套和珅的话 刘庸把他请到陕西巷一家大牌当店吃饭 前面咱们说过 和珅在家里吃饭享受的那是植物人般的待遇 偶尔尝到民间小吃 竟然觉得味道非常不错 吃的那叫一个过瘾 大块朵移的同时也留了个心眼 刘庸也不废话 直接把店老板叫到跟前 向他询问 这段时间有没有达官贵人到店里吃饭 老板说自己也是沾了旁边会所的光 来店里吃饭的官员确实不少 刘庸听完就开始暗示 比如说刘庸刘中堂啊 和珅和中堂什么的啊 老板一听顿时笑了 您说的这两位那都是大的没边的人物 怎么可能来咱这种小地方吃饭 刘中堂刘大人 那经常上下都知道 那是个清官呐 为人正派 这地方他哪能来呀 至于那个和中堂名声就太差了 是陕西巷的常客 听说他经常吃花酒 光一桌酒席就得五十两银子 此言一出 和珅立马变了脸色 刘庸这话明显是恶心他嘛 暗示他把钱花在了别的消费项目上 不然置办一桌酒席 哪能花得了五百两呢 按购买力大概换算一下 五百两银子至少相当于 现在的二十五个W啊 实际上和珅置办一桌酒席 到底要花多少银子呢 之前我们在讲解大清言声的时候提到过 你为我张罗这些排场 总共花了多少银子 八珍洗每桌三十二两 十六桌总共是五百一十二两 再加上柴米材料 厨子火肤 一共是六百零六两八千四 这是何某的一点小意思 和珅终于意识到了 洛古斯今天这顿饭并不简单 既然酒无好酒厌无好厌 那还是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哎 慢走慢走 您的帽壳 来来 我跟您戴上 走吧 先生请 和珅一脸忧愿地盯着可恶的刘罗锅 是又气又无奈 只好一甩袖子扬长而去 和珅刚走 刘庸就告诉电老板 自己就是罗锅子刘庸 而刚才被你数落的那个胖子 正是大名鼎鼎的和珅和中堂 电老板一听立马慌了 赶忙向刘庸求救 我有个主意 你啊 把你这身衣服脱下来 咱俩换换 那哪成啊 哎呀 我这就是救你啊 果然没过一会儿 和珅府的贾丁就来了 你是电主啊 我是 我是 我们大人让你跟我们走一趟 为什么捆我 过来 帮我 为什么捆我 就这样 刘庸被和珅的手下绑了个严严实实 头顶上还蒙了块头巾 防止他乱看 一路上是连踹屁股 带大头跌跌撞撞地 终于到了和大人的府邸 而让两位家庭奇怪的是 刘庸居然对和府的路况 十分的熟悉 哪里有门槛 何时该转弯 即使看不见 刘庸都能一清二楚 就到回廊了吧 哎 你怎么是这儿有回廊啊 我琢磨着该往那边走了 哈哈哈哈 而此刻我们的和大人 正饶有兴致地 把玩这心爱的小白兔 又悠闲地品了一口茶 见下人把店老板压到跟前 和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捏着关墙张口问道 你知罪吗 我 我不知说声了 我莫说声啊 你莫说声 我听说你讲什么 和神 和中堂 拜一桌花酒 就花了五十两银子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 我 我是听人家说的 和神一点不着急 慢悠悠地又品了一口茶 既然你是道听途说 那怎么敢到处造我的谣 你还说什么朝廷大员 国之重臣 经常到陕西向公卫玩耍 这叫公然诽谤 国家公职人员 晓得不 我现在就可以在此地 把你乱棍打死 刘勇赶紧求饶 说自己也是听人说的 听人说的 那好 听谁说的 讲出来 和神猛然一惊 这声音他太熟悉了 每当自己洋洋得意之时 耳边总会响起这个人的声音 而每次听到这个人的声音之时 自己一准都要倒霉 怎么了 和大人 和大人 您这是怎么了 那俩眼珠子凳子 不怕掉地上沾上泥 哎呦 和大人 混蛋 混账东西 混账东西 我说你们两个混账东西 你们两个高才 永远不是泰山 怎么刘勇刘大人给绑了呢 暗大清律 打朝廷命官室斩立绝 两个家丁吓得磕头如捣钻 刘勇说自己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要你们的小命 但你们俩小子刚才踹了我两脚 得还回来 俩人一听能保住小命 立马高高地撅起了屁股 狗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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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勇消了气 又转头警告和尚 哪天要是陕西巷的店老板不见了 自己可得找他要人 刘大人严重了 我怎么能跟一个小吃店的老板一般见识啊 行啊 我记住您的话了 和尚一听 刘勇的意思要走 赶紧吩咐手下 用自己的轿子赶紧把这个温身送走 不料刘勇却再次刁难 硬说自己的屁股疼坐不了棱板凳 最好是骑人回去 那您骑我的了 好 我骑人 来来来 往后靠一点 我上去了 我上去了 临走之前 还不忘给和尚放狠话 何大人 我这就去打听 有哪些个高官显贵 去陕西巷棉花塑柳 知国家设计于不顾 等我查找了 我再向何大人您禀报 咱们走 终于 刘勇齐这人叫 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和尚气个半死 在后面破口大骂 该死刘勞锅 你这个丑了 你花钱逛摇子 就您那一万两 我都没上去床 你再说一遍 就那小蹄子 给我折腾了神魂颠倒 他就是不让我碰他 这个小蹄子 六王爷发现 自己私藏的一千两喝酒前 突然不一而非了 一番询问才知道 是自己那个 长得酷似黎味的外孙 偷偷拿去给花了 你把银子花在什么地方去 说呀你 陕西巷 陕西巷什么地方 请花楼 到堂子 什么澡堂子呀 婊子行 婊子 婊子 六王爷一听这话 浑身气不大一处来 而李卫竟然也很委屈 说自己前前后后 一共花了一万两 连赛貂蝉的一根毛 都没碰到 就您那一万两 我都没上去床 你再说一遍 就那小蹄子 给我折腾了神魂颠倒 他就是不让我碰他 这个小蹄子 六王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他让李卫去小姨子 刘庸家带上张承刘安 把钱给他要回来 谁知三人气势汹汹的去了 在人家的地盘 没走上三回合 就鼻情脸肿的回来了 正在这时 女婿刘庸过来了 说最近京城娼妓泛滥 不少朝中大臣更是夜夜寻花问流 六王也是越听越来气 又联想到自己辛苦散的喝酒前 居然也被会所的粉头给坑了 刘庸健壮立马鼓动老丈人 不如今晚来个突击扫黄 由老丈人您老大头 自己在后面辅助啊 凡经查出 只要是大清的官员 不论品级高低 一律送刑部 按大清律惩处 好 说敢就敢 当晚刘庸就联合了顺天福 和寻接玉石 突击查抄了大小会所六家 抓获二品官员一名 三品四品官各六名 只剩杏花楼一家还没查 刘庸断定 这杏花楼中必有大鱼 就以自己抄后路为由 让老丈人六王带队去查抄 这女婿坑起老丈人 是一点也不含糊 六王隐约猜到 里面似乎藏着什么玄机 但为了给自己外孙报仇 当下也没点破 只是指了指刘庸 便带着兵丁包围了杏花楼 话音刚落 一大群兵丁就冲入屋内 将嫖客妓女们全掩了出来 楼上的赛雕蝉一看这情况 赶忙跑去告诉乾隆 乾隆一听带头的是六王 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拿笔墨来 我给你写张条子 你让那个带兵的交给那个王爷 别人可千万不能看 没大一会儿赛雕蝉 趾高气扬地 拿着乾隆的小纸条 递给了六王 六王眯瞪着眼睛 打开纸条一看 三行小字赫然映入眼帘 尔等退去 明日自有纸 亲此 六王慌忙合上纸条 又抬头看了眼 楼上当即下令 就这样原本浩浩荡荡的茶茶队伍 在众人的疑惑不解中草草收场 对于这一切 柳庸早有预料 甚至今晚的突击检查 也只是他的一次试探 第二天 刘勇拿着昨晚在新花楼茶茶的字画 来找乾隆确认 花鸟鱼虫天然去 儿女英雄别有情 这是陈超来的 乾隆看后会心一笑 这幅对子正是他送给赛貂蝉的 姿势甚高的他也不想再装了 你不就想确认 昨晚是不是我吗 我还就告诉你了 就是我 你能把我怎么着 昨晚上你没上楼啊 你怎么看见这幅对子了 乾隆的坦白终于让刘勇确认 只不过他想确认的不是昨晚的事 他早就怀疑 最近上朝听证的那人 到底是不是跟前这位皇帝呢 而经过今晚的事 他的怀疑得到了初步证实 但他也不敢点破 赶忙装起糊涂 上什么路啊 红楼白楼 粉楼绿楼黄楼 还是青楼啊 刘勇恰到好处的糊涂 让乾隆十分满意 但让乾隆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替身周情书 已经在权力的熏陶下 渐渐迷失了自我 那么他会干出什么危险的事情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剧友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实验这里 先行谢过了 我们下期再见